好 另外如何把岁幕祝福的画面 完整地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呢 我们继续认识幕后这群多媒体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很用心展现专业 从各个角度留下珍贵的画面 缓缓起飞 遥控直升机隐身天际 从不一样的视野带我们看见 独鲁湾岁幕祝福超过两万人的震撼画面 这已经是空拍团队第三趟协助司机 刊灾记录 遥控直升机专场是 灾后调查刊灾与记录 找角度 找方位 希望拍出最佳的画面 但有安全顾虑 场地的风仍是最大挑战 今天的气候 其实因为刚好有台风来 气候条件稍微没有那么好 因为风 其实今天风也蛮大的 但是基本上还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 回到地面 还有大一台的记者 贴身捕缩每位参与民众的感受 这个团队的组合多得未随行翻译 采访之余被感动 更多的是自己的收获 那他们也的确感受到 他们也很想要回报一些什么 那希望这个想要回报一些什么 可以变成他们以后更多 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一个信念 把握开始前的分秒 测试音量 来自马尼拉的灯光音响公司 器材一抵达 连夜赶搭 熬了一个晚上 终于 所有硬体设备架设完成 还好器材赶到 还能发挥它的功能 很感恩全球慈祭人的祈祷 很祝福 每个动作都是老板筹备的用心 雨天备暗 他们老嫂准备好 盖上这雨棚就怕昂贵器材进了水 做一点事 我就觉得很光荣 很欢喜 一场成功活动的背后 是许多人默默地付出 成就台前的完美画面 大约新闻 珍珊美之工 林慧芳 陈文山 菲律宾报导 大约 菲律宾报导